在星期三,埃及局勢已經迫近政治攤牌 伊斯蘭主義的政府和軍方領袖各自警告 他們隨時準備為國家而流血犧牲 穆爾世在星期二深夜發表電視演說誓言絕不下台 穆爾世說不理是口號屌軍事力量,沒有任何人有權干擾憲法 他說真主不准去這樣做,沒有任何人有權改變憲法 賦予總統的合法性或任意創造一種新的制度 穆爾世星期二晚在埃及全國電視台發表演說 他提醒公眾他是一年前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埃及總統 當穆爾世發表電視演說時,大批埃及民眾繼續在首都開羅示威 其中有部份是穆爾世和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 幾千名穆爾世的支持者在開羅的納斯爾城聚集 反對派的示威群眾就固守在開羅的解放廣場 其中一名示威者說 我們想要取消 Mursi,不因為他是一種伊斯蘭人 或因為他在任何其他地方 但因為他維持了同樣的政策 所以,原因為我們取消 Mursi 不是因為他完全是一種伊斯蘭人的思維 而是一種伊斯蘭人的思維 而是一種伊斯蘭人的思維